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包包 今天的话我们开始 涉及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 又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群岛制度了 那么群岛制度的话内容比较多 我们要安排两次讲座 今天我们先接触一下群岛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 顺带要涉及到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的问题 那么下周的第九讲 我们就重点关注大家非常关心的 我国的远海群岛的制度问题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张头图两张 左边这张图基本上就可以将我们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制度 主要的内容框架在这张图上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后面会重点的一个一个分析 那么右边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红色字上面标出的 法罗群岛是隶属于丹麦的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的大陆国家的一个远海群岛 那我们会涉及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一些问题 今天主要分以下几块内容 我们先要谈一谈群岛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跟公约有关的群岛国的一些基本问题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大标题之下的 群岛基线以及群岛水域的问题 那么我们后面还要从这上面的这些制度 引申出理论和实践当中都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的法律地位 包括相关的一些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群岛 什么是群岛国 我们要了解这些实践中的问题 必须先要从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出发 什么是群岛呢 我给大家看几张图 你像这张图第一张图的话 是不是群岛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岛屿 对不对 许多岛屿 那么这个是不是群岛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张图上又看到了许多岛屿 那么这个第三张图 这是不是群岛呢 朋友们就可以看到 这好像不能算群岛吧 为什么 好像只有一个岛 如果只有一个岛 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说是群岛 那么其实右下角这张图 就是我们的南沙的太平岛 哎 这张图 好像是有很多块嘛 对不对 这里上面至少有三四块 那么这是不是群岛呢 我们说这个应该来说不能算群岛 它明显是一个人工岛屿 很难说是自然形成的岛屿 右边这张也是的 你很难说这是我们国际法意义上的群岛 包括这张也是 那么你想哎就最后的右下角这张哎 好像有好几个东西吗 那这能不能算群岛啊 哎我们一般说这个不能算群岛 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啊 人工设施结构啊有关啊 这在海上经常能看到的一些钻井平台 所以从从这一些图片当中啊 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并且能够得出关于群岛的一些啊 基本的特征 一个岛屿啊 我们说从名车上来看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岛屿的话啊 那么你很难说它是一个群岛 人工岛啊 我们说没有办法认为是群岛 至少不是我们海洋法啊 意义上的啊 也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的啊 这个群岛 那么如果只有水或者只有陆地 那显然啊 跟我们说的这个岛屿的这个特征啊 又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啊 我们说要成为群岛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有这么一些啊 特征或者说条件 它要自然形成的啊 不能是纯粹的那种人工的岛 那么数量的话 有要求至少得要有两个岛吧 啊 你如果是一个岛的话 不能认为是群岛 那么要水陆一体 不能只有水啊 白茫茫的水那不行 你也不能只有陆地啊 那这不符合岛的这个啊 自然特征啊 所以我们说要构成群岛的话 至少要有这么三个啊 基本的特征或者条件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群岛的定义了 这个群岛这个词啊 最早啊 是意大利语的啊 你看这个词 你就发现这不大像是我们说的标准的英语啊 当然英语当中60%都是外来语啊 最早是外来语的词根啊 那么最早我们说这是主要的海的意思啊 主要的海的意思 最初啊 那么靠近意大利比较近的啊 像希腊那边的啊 爱情海 那么后面啊 一度又指密布岛屿的海域 所以最早我们说啊 这个词的话 它可能真的只是海啊 没有跟岛有关 再到后来才演变成啊 因为海里面有很多岛 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爱情海啊 那边啊 包括意大利那边的亚德里亚海啊 那都是密布岛屿啊 所以既只带一群岛屿 又只带密布岛屿的海啊 就变成海陆一体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爱情海这边啊 这个土耳其跟希腊都有非常多的岛屿 那我们说现代意义上的群岛啊 可以认为是那种啊 被视为是一个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岛屿 及其周边水域的地理上的整体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群岛这个词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啊 南海的这四大群岛 你不要认为只有这些岛屿啊 其实也包括了岛屿附近 跟它形成一体的啊海域啊 所以是水路一体的概念 群岛啊 如果要从这个分布的类型上来看的话啊 我们一般可以啊 从我们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啊 一个是沿岸群岛 一个是远海群岛 那么沿岸群岛顾名思义了 距离海岸非常近啊 这些啊 岛啊离海岸非常近 我们之前讲到直线基线制度的时候 就提到 如果啊 紧临海岸啊 临街海岸 有一连串的岛屿啊 那么在岛屿的最外园 可以选择一些点啊 连成直线基线啊 那么这就等于是这边上的这些岛屿 海岸边的这些岛屿啊 能够被视为是大陆海岸线的一部分了 啊 这种称为沿岸岛屿 那么还有一大类是远海群岛啊 远海群岛顾名思义就是和沿岸群岛相比的话 它离海岸比较远 以至于不能被视为通常不被视为大陆海岸的一部分了 啊 那么沿岸岛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像挪威的啊 海岸边上啊 有很多啊 这个我黄色箭都标出来的啊 就是啊 沿岸岛屿 那么远海群岛的话 我们说啊 有好几种称法 在英语当中也有好几种称法啊 那么远海群岛是我们现在啊 官方的一个比较啊 常用的一个称呼称威 那么其实如果看论文的话 又有阳中群岛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称谓 一般我们认为它是距离大陆海岸达到领海宽度的两倍以上的群岛 因为如果是这个群岛啊 离沿岸大陆海岸啊 不足不足两倍领海的距离的话 我们说这个群岛本身啊 它可能能产生领海啊 岛屿因为本身在海洋法上认为是陆地 那么能够产生领海 那么大陆海岸显然也能产生领海 那么如果距离是两倍领海以内的话 显然你这个群岛的领海和大陆的领海会重叠 那么一旦重叠的话 就很容易将这个群岛啊 归入到沿岸大陆大陆沿岸的一部分当中去了 所以如果啊 这个群岛的距离海岸距离海岸超过领海宽度两倍的话 那么从领海是啊 这个群岛的领海和大陆沿岸的领海是不会重叠的 不重叠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将它视为是大陆海岸的一部分了 那么在英文当中 我们说有这个outline archipelago 有这个mid ocean archipelago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啊 这些我们说的说法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说法 就不像这个沿岸群岛 coastal archipelago 这个比较比较常见 那其实远海群岛有好多种啊 我文献当中啊能看到有不少啊 这个不同的称谓啊都是指代远海群岛的 那么刚才啊张头途上就跟大家说了 像这个丹麦的远啊法罗群岛离海岸非常远 特别是离他的这个丹麦啊那距离是非常远 一眼望去那就不是沿岸群岛 那么像苏格兰北部的 随属于英国的像射德兰群岛 赫布里底群岛 奥克尼群岛这些啊 你如果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到 似乎有些离的也比较远 那么像赫布里底 奥克尼好像离英国 韩就比较近了 相对来说就比较近 但你如果光从这地图上来看 你似乎也没有办法直观的判断 不像法罗群岛 射德兰群岛看上去距离确实非常远 那么这种情况下 哎到底怎样才能界定啊 一个群岛到底是沿岸群岛还是啊 还是远海群岛呢啊 那么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 在文献当中啊 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准啊 唯一似乎能参考的就是啊 距离呃呃大陆的这个海岸的领海宽度啊 啊两倍以上啊 那么一般我们认为很难认为是沿岸群岛了 那么群岛制度啊 他显然不是自古有之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1958年的啊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上啊 这个诞生的林海基匹田区公约当中啊 是也没有明确提到一个独立的啊 群岛国制度 所以我们说啊 群岛国制度本身啊 他应该被认为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当中的一个产物和专属经济一道成为一个新创设的一个制度 当然了有一些早期的萌芽 比如说1930年著名的这个海洋国际法编转会议上群岛视为一个整体单元啊被提出了 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啊 应该是把每每个岛屿拥有各自的领海而不是将一个群岛作为一个整体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1930年的时候已经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了 那么1951年的著名的英诺渔业案当中解决了沿岸群岛的问题 我们说沿岸群岛采用直线极限这样一个制度啊 在英诺渔业案当中得到了确立 那么之后许多国家都开始啊 划设直线极限 但是显然没有解决沿海群岛的问题 那么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啊 当中啊 你就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58年之前就这个下面列出来的这些国家就已经开始啊 在这个渔业案之后啊 将直线极限适用于沿岸群岛了 那么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当中啊 只提到了啊 沿岸群岛可以适用直线极限 没有专门的条款啊 提这个沿海群岛 那么沿岸群岛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前南斯拉夫啊 沿岸啊 你可以看到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许多岛屿 那么如果用正常基线的话啊 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用红色的这个直线极限啊 当中可以看到一个个基点 用了直线极限之后啊 画起来就相对便利 在实践当中比较容易操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 刚才说到的法罗群岛那么法罗群岛他其实画的是一个直线极限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直线极限 但是显然你可以发现这种沿海群岛的直线极限和我们说的南斯拉夫沿岸的这些啊这个直线极限在特征上有明显的区别啊 你可以看到南斯拉夫沿岸的这个群岛确实离的这个啊大陆海岸啊 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大陆海岸非常近 但是远海群岛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线啊 看上去离着这个陆地啊就比较远了他合法性是不是得到承认啊 我们后面会专门分析 那么再回到群岛的定义上啊 我们说现在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是第46条啊 我相关的法条啊中午已经发到群里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一位本公约的目的其中啊专门涉及到的是啊第46条的币款 他说哎群岛是指一群岛屿啊 说一群岛屿啊那么至少你得有两个对不对 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相连的水啊 水路一体及其他自然地形 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跟岛屿无关的啊 不能构成岛屿的其他自然地形 我们说的像低潮高地水下低雾这些 彼此密切相关强调了他们要成为一体啊 以至于这种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 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 或者历史上已被认为这种实体 这是公约当中关于群岛的啊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提出的群岛的一些基本特征啊 基本上都能得到了反应 而且还增加了啊强调了这个水和路 以及其他地形之间的一个密切相相关的这个啊 联系啊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实体 不管是由于地理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啊 那么要被认为是确实这些东西是认为是在一起的 而不是和其他的地物啊和另一团东西在一起啊 那么要明确的区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你西沙群岛和这个中沙群岛 那么那么要有个区分啊 那么到底这个地物是属于西沙群岛还是东沙群 还是这个中沙群岛 那么要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区分 那么我们说啊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第46条的群岛定义到底适用在什么情况下 那么显然根据他条款的设置 毫无疑问的是啊 群岛国本身啊 肯定能适用群岛定义 这个从公约的这个标题啊 第四部分标题群岛国就可以得出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46条B款 那么其实46条A款就明确提到了群岛国 群岛国是指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构成的国家 也可以包括其他岛屿 那么群岛国很清楚 这个国家要么是一个群岛构成的 要么是由多个群岛构成的啊 你像这个塞什尔这个国家就是由四组群岛构成的 那么有的国家是由这么一组群岛构成的 那么到底有哪些国家能成为现在公约 那46条A款定义上的群岛国呢 至少根据资料来看的话 有22个国家正式宣告本国是群岛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许多都是像印度洋啊 还有中美洲的还有非洲西海岸的一些国家 那么有的朋友要说了 你像我们说到这个岛国啊 我们的近邻像日本 以及有些国民当中带岛的像冰岛 还有澳大利亚 那好像在这张在这个资料上没显示吗 还有像新西兰好像也没有吗 那他们不都是岛国吗 冰岛名字就叫岛啊 日本我们说的岛国岛国 怎么怎么这上面没有呢 他们为什么不宣告群岛国呢 你像这个好像他们也有很多岛嘛 对不对 日本我们说好几组 他本身就有好几个大岛构成的嘛 这个我们说跟后面我们要提到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当中的基线制度 群岛基线制度有关 那么有学者也指出啊 比如说这个Robin Churchill 以及这个澳大利亚的学者Roswell和这个Stevens Tim Stevens就指出群岛定义本身反映了习惯国际法 所以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群岛 也就是说46条闭款的群岛的定义啊 它应该是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要在地理上啊 经济上 政治上啊 或者历史上 视为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海陆一体的这一块东西啊 这一滩东西啊 那么虽然是公约的一个啊 明文条款规定 但是同样也适用到习惯国际法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 创设的群岛基线与群岛水域制度 那么都是比较新的内容 首先来看啊 非常重要的群岛基线 因为要先有基线 才能确定这个群岛水域的范围 群岛基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47条第一款啊 下的这个相相当于一个定义吧 他说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 各岛和各干交的最外缘各点的 直线群岛基线 所以你从这个条款上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直线基线 所以严格的来说啊 我们说群岛基线啊 本身它是直线基线的一种 而不是正常基线的一种 所以它本质上 其实是属于直线基线的一个子集 那么关键有一些限定条件啊 那么讲到这个限定条件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自学海洋法的时候看到这里我就看不懂了 什么这个叫做 环礁在内包括环礁在内陆地水域与陆地面积的比例应在1比1 9比1之间 因为我当时一开始看的是国内的这个教材都没有图 没有图的话我就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后来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啊 有一些图了啊 稍微有些理解了 所以啊 要想理解这个海洋法的一些东西啊 一定要去看一些图 我之前分享给大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图解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那个里面啊 其实有些啊 图画的好像 看的不是非常清楚啊 当然如果你有条件买到原版书的话 就正版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图解的话 看的稍微清楚一些 因为我发给大家那个 一开始我记得有一个版本是 是好像是单色的 就不是那种彩色的了 看起来比较吃力 有彩色的话 它这个不同的区域啊 它这颜色是不同的 看起来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吧 啊 我们说日本 它为什么不宣告群岛国制度呢 就是跟这条有关系了 我们说它要求啊 在极限封闭的这个区域内啊 水域面积和包括环礁在内的陆地面积 也就是说 在计算这个水陆比的时候啊 环礁能当作视同是陆地的啊 因为我们说环礁是外面一圈 当中其实都是细湖啊 那么要计算这个水陆比的时候啊 细湖当中这水都能算做 算算做是这个陆地的 那么它一个范围是一比一之九比一之间啊 据说当时 这个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是讨论出的结果 你比如说英国好像我记得提出一比五 一比一到五比一 那么有些国家啊 提出九比一最后是照顾了这些国家啊 最后是设定在这个比例范围内 那么是什么比例呢 谁和谁相比是一比一到九比一啊 哎 这就有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你这个水啊 和陆的面积不能差的太大 什么叫不能差的太大 你水不能大于陆的九倍 啊 如果你就基线内的面积啊 超过陆地面积的九倍 比如说二十倍啊 基线一化好 基线内圈进的水域达到了陆地面积的二十倍 那就不行了 要不你不能超过九倍 但是你也不能啊 差别又太小 你比如说必须是一比一 也就是陆地跟水啊 是一比一的 如果水太少啊 你像日本就是水太少的问题 他不就好几个岛吗 你可以看到对不对 九州啊 这个四国啊 这些本岛啊 再加上这个 这个北海岛 这不都是岛吗 边上还有一些岛对不对 哎 那你基线这么一化 你从这图上 你就可以看到黄色的是陆地面积 对不对 陆地面积大大超过水的面积了 所以陆地太大的话 基线圈进的水太少啊 那你这个直线基线 就不认为是直线群岛基线了 那就不能宣告公约意义上的群岛国 你可以说地理上它是个群岛国 但是不是公约法定上 法定意义的群岛国 那么我们说的冰岛 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些啊 都是因为陆地面积太大啊 那么基线圈下来的话啊 如果采取直线基线的话 那么水域圈在基线内的面积 远远小于陆地啊 所以不符合一比一的这个条件啊 导致它无法宣告群岛国 那不宣告群岛国 它是什么国家 哎那就是我们说的大陆国家啊 所以日本冰岛 英国啊 澳大利亚新西兰 那那都是啊 都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大陆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水太多啊 刚才日本的话是这个陆地太大 那么再来看水域太大啊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这个47条的规定啊 你这个画了基线之后啊 水域不能超过陆地面积的啊 九倍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塞什尔共和国啊 塞什尔是这个 印度洋上的一个啊 岛国啊 我们说是个岛国啊 离这个马达加斯加好像很近啊 据说我们中国大陆的签证啊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签证啊 是落地签好像啊 就不需要办提前办签证的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优美啊 那么许多朋友都去了 马尔代夫啊 去腻了啊 那么都到塞什尔去了啊 据说是现在人家这个啊 杜明月去塞什尔的非常多 那么塞什尔是什么个地理构造呢 他有好几组啊 应该是有四组群岛构成的一个群岛国 那么早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时候 他画的这个基性啊 你可以猜一下他的水路比是多少 显然和日本是相反 日本是陆地非常多 但是在这张图上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个啊 好几个岛对不对 但是里面他真的水的话啊 好看上去要大大超过陆地面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水路比啊 这里计算出来啊 根据资料显示啊 那么这是10.58比 哎那超过了公约的规定啊 当然啊 这因为是塞什尔70年代的时候 画的基线啊 所以他呢 当时没有9比1的标准 他可以这么画 如果现在还是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他这个基线成为我们说的 美国人喜欢说的过渡海洋主张 不过塞什尔在90年代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前 我记得是92年他修改了立法啊 将这个几条基线啊 往里面稍微弯了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水路比的话 当时计算10.58比 离这个9比1其实没差多远 那么他只要将这个基线啊 换稍微换一下啊 比如说将有些线段啊 啊稍微调整一下 就符合9比1的标准了啊 那么这是另外一段啊 另外一段啊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环礁啊 有个珊瑚礁的环礁啊 那么在计算水路比的时候啊 你就环礁内的细湖都能算做陆地的 那么如果仅仅是看这些陆地本身的话 那么他达到44.5比1 显然也超过了啊 如果光只看这个陆地的话 44.5比肯定也不符合 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规定 但是在公约啊 他加入公约之前也修改了啊 也修改了啊 我记得好像是 这里弄了一个啊 这里又弄了一个分别计算啊 当中好像就没了 所以如果按照这种 那水水水路这个就是水域面积太大啊 那么刚才是水路比的限定 你陆地不能太大啊 如果陆地超过水域面积的话 不符合1比1 那么如果水域太大啊 大大超过9比1的话啊 水比路啊 9倍还多的话 那也不符合 就没办法宣告 我们说如果严格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规定的话 就不能算啊 不能宣告为公约意义上的群岛国 那么第二个限定条件啊 基线的长度啊 不应超过100海里啊 也就是你划的这个直线群岛基线啊 啊 你每一根的基线长度不能超过100海里 那么后面一句也是我当时自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明白的啊 到后来才搞懂的说围绕任何群岛的基线总数中至多有3%可超过该长度最长以125海里为限 我们如果做阅读理解的话啊 你如果脑子里在想的话啊 你就非常挣扎啊 你就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而且还有很多具体的指标 怎么来理解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尔代夫 你可以看到许多岛对不对啊 显然是个群岛啊 那么他画了很多基线啊 这里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基线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啊 根据这个资料啊 这个资料和刚才的赛事件的资料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海洋界限报告当中有的啊 limits in the seas啊 当中有的 那么这是马尔代夫的啊 相关数基线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里segment就是他的这个基点一和二之间的这个基线线段 然后旁边有啊单位是啊海里的一个数值统计啊 那么这是另外一组啊 一共他这边你可以看到有37个啊 37段啊 因为有37个基点啊 所以37段啊37个segment 那么你可以看到水路比他这里计算出来是2.63比1啊 这样画出来的话 但是有个问题啊 大家如果结合这一条来看的话啊 基线长度的限定条件来看的话 我们来找一下 有三段基线段啊 分别是第14基点和15基点之间的这段 28和29基点之间的一段 36和37基点之间的一段 这一三段都超过了100海里 对不对 那么啊 没有超过125海里的 那么三段啊 怎么来结合这个来理解 你要看一下他基线总数37 也就是说37的3%可以超过100海里 那么我们其实很容易算出来 如果他有100个基线段的话 你像印度尼西亚那就非常多 如果这个华的基线段有100条的话 那么有几条可以超过100海里啊 三条 那你现在马尔代夫只有37条基线 你37乘以0.3的话啊 其实四搜五入 你只有一条基线 你最你至少给他一条基线 对不对 只有一条基线可以超过100海里 但你现在 马尔代夫有三条基线 超过100海里了啊 所以这里啊 超超过100海里的有三条 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不符合公约的这个限定条件 那么所以美国将马尔代夫的这个基线啊 他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 因为你公约说了嘛 基线总数3%可以超过100海里 你现在啊 基线总数3%啊 应该只有一条能超过100 你现在有三条 所以违规了 那么最长以125海里为限 也就是所有的基线弹当中 不能超过不能出现什么200海里的基线 啊 你像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基线 他这个群岛国基线画的特别长 那就离谱了 还有一些啊 相对容易理解的基线啊 这个基线的限定条件 这种基线的划定啊 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 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啊 当然我们之前讲到直线基线的时候 就提到这点 因为我们说这个群岛基线啊 或者说全称是直线群岛基线啊 本身是群岛 本身是直线基线的一个子级 所以适用到直线基线当中的限定条件 在直线群岛基线当中 全部基本上都要适用 当然还增加了 刚才我们说的两个 专门出现在直线群岛基线上 而不是在一般的直线基线上的那些限定条件 那么还有一个也是在第七条的直线基线的限定条件当中有的 除了在低潮高地上 那住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 也就是说你你和一直看得到 他有个东西露出水面的 或者低潮高地全部或一步 那与最近的岛屿距离不超过领海宽度以外 那就等于是在领海当中了 那么这种基线的滑定 也就是直线群岛基线的滑定 不能以低潮高地为旗帜点 因为我说如果这个低潮高地是在领海之内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低潮线可以作为扩张的领海的一个起算线 那么有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如果你 这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你低潮高地的话 我们之后第十讲会提到 他这个一涨潮的时候就没入海中 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你这个基点不应该是那种 完全在海章当中的这个东西 看不到的话怎么知道你这里有基点 但是你如果上面造一个永久高于水面的设施 比如说灯塔的话 那就知道你这边下面有一个地物了 那么这个基点的选择就比较合理 这个也是和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直线基线的画法 限定条件也有的 你不能把这个基线这么一画 让人家的这个出海口给堵死了 这种一般出现在死胡同的这种地形 死胡同地形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像克制海峡那边 乌克兰要出入这个克制海峡的话 从亚洲海到达黑海的话 那么就可能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假定这克里米亚按照现状是归这个俄罗斯的话 那他这个出海口的话 你这个俄罗斯如果就封口线一画 那他出不去了对不对 当然我们说那是大陆国家 那么群岛国的话 那么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说 刚才讲的是华定直线群岛基线的一些限定条件 那么画这个直线群岛基线干什么呢 那基线一画就能确定群岛水域了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这个群岛基线一画之后 向外的话 向外的话 临海匹连区专属进去大陆价宽度 都要从这个群岛基线量 因为群岛基线 我们刚才说了 是直线基线的一个子基 那么直线基线又是我们说的 临海基线的一个 一个主要类型之一吧 两大类型之一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一个群岛国 它的海域 它的海洋权力主张 起算线就是群岛基线 那么在基线内部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滑直线基线的话 内部那是该国的内水 但是在群岛国的情形下 你滑的群岛基线的话 封闭起来的这个水域 内部就不是内水了 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新创设的群岛水域 那么群岛水域这里说了 一个很重要的当中 就和内水一样 群岛国是有领土主权的 是有领土主权的 那么而且这个主权 基于上空海床和地图 那么我们说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领土主权 当然也包括了领土主权的话 当然也包括了其中的资源的开发权利 我们来看这张图 非常清楚的一个图解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几个岛屿 对不对 有这个七个岛屿 八个岛屿 那么显然是一个群岛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这里画了几根线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我们就姑且的简化为五根线 那么五条直线基线 连成一体了 那么这个直线基线向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虚线 对不对 虚线就是它的领海 这个领海的外部界线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虚线和实线当中 这个一个环形的一个区域 带状的环形区域 就是这个群岛国的领海的范围 当然相应的匹连区专属经营区 就是更向外辐射了 那么内部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写着 基线内部 它不是写internal waters 它不是说是这个内水了 是archipelic waters 那就是我们说的群岛水域 一个特殊的新的称谓 叫群岛水域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说的群岛海盗通过 这个我们等会也会提 那么领海是这个范畴 那么这个群岛水域当中 我们说除了刚才提到的 有这个群岛国 它有领土主权的话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其他国家 可以拥有一些历史性的捕鱼权 这是公约第51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群岛国制度 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一个新的创设 那么我们说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之前 那么没有这种专门的群岛水域 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说当时专属经营区都还没 对不对 那么你像这些岛屿的话 它各自有领海 有匹连区 那么你领海和匹连区之外的 因为我们说匹连区也就24海里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当中 比如说这两个岛屿之间 可能距离就比较远的话 那么当中 至少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之前 应该是属于公海的 那么许多国家 我们说公海自由当中 自这个1958年公海公约当中 也明确规定了 有这个捕鱼的这个权利 那么可能历史上 邻国在这边 在这片本来属于公海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可能长期的捕鱼 形成了历史性的捕鱼权 形成了这样的历史性捕鱼权的话 你现在这个国家画了群岛基线之后 将内部的这个水域变成了你的这个群岛水域 那么你拥有对资源的开发垄断权了 等于是 那么所以为了照顾长期啊 历史上在这边捕鱼的其他国家啊 不一定是邻国骑士 可能是其他的国家 那么就创设了啊 这样就保留了历史性捕鱼权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第五十条提到这个群岛水域内啊 可以有内水 这一条我以前啊 自己学习的时候也搞不明白 这不是基建群岛水域了吗 那哪来的内水呢 这上面也写着这个archipelic waters 这内水在哪里啊 其实啊我们说你比如说像这张这个左下角这个岛屿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类似于海湾的这样一个构造 如果在这个湾口啊 如果构得成公约第十条的这个海湾的这个啊 法定义的海湾的话 你画画一个湾口风口线的话啊 啊那么湾口风口线本身也是一种直线线 它的内部是可以有 可以有这个啊 内水的 那么你像许多这个群岛国啊 那么他有港湾啊 他的海港工程边上有港湾啊 那么当然也可以画一个风口线 那么在这个风口线内部啊 可以有内水啊 所以群岛水域当中是可以有内水的 公约也是明文允许的 那么群岛水域的通过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说公约创设了群岛海盗通过制 但是也保留了在群岛海盗以外的 大部分群岛水域当中的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 那么现在其实实践当中 华社群岛海盗的国家比较少 那么其他就没有画群岛海盗的这个群岛水域啊 可以享受无害通过制 其他国家船舶可以享受无害通过制 这个其实和公约第八条啊 是一一对应的 因为公约第八条允许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啊 通过华社直线基线 将本身不属于内水的这一部分水域啊 变为内水了 因为我们说直线基线一画的话啊 有些水域就变成内水了 那么那部分啊 在正常基线以外 但是在现在新化的直线基线以内的这部分水域啊 当中啊 虽然现在已经是内水了 但是仍然外国船舶拥有无害通过权 那么这个也是类似的啊 群岛水域它本身是由新化社的这个群岛基线 其实是直线基线的一种给搞出来的 画出来了之后 那么其实本身你像内部的这些岛屿之间的水域 本身并不是内水 是因为你画了这样一个封闭线 导致变成内水的 所以在这个水域当中 外国船舶啊 享有无害通过权 那么除了享有无害通过权的群岛水域之外 如果划设了群岛海盗的话 在群岛海盗当中啊 适用的是一种新的制度 叫做群岛海盗通过制 那么群岛海盗通过制啊 也有一些技术上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啊 我们抛开那些特别技术的条款 比如说不能偏离多少啊 海里啊 那个就非常难理解啊 你不看图的话基本不懂 我们主要来看啊 我们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通过当中的一些啊 也比如说外国船舶和飞机的 它的一个有关的制度 那么这里主要是这么几点 一个是啊 可以划设的这个群岛海盗啊 在空中叫做航道啊 以便外国船舶和飞机继续不停和迅速通过啊 那么继续不停和迅速通过 我们看到继续不停和迅速通过 就想到了和我们说的 领海的无害通过 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相似的 当然无害通过不涉及飞机 但是在群岛海盗通过制当中啊 它是可以有飞机飞过去的 那么其实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当中的 过境通行制较为相似 都涉及飞机的 那么所有船舶和飞机啊 特别强调啊 飞机也拥有在海盗啊 那么空中的话就是空中航道内的啊 这样一个通过权 而且啊 有一点要注意的 那么他其实啊 你比如说像潜艇的话 在群岛海盗通过制当中 没有要求他付出水面展示旗帜啊 那么也包括啊 其他的潜航器啊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和无害通过不一样 那么从下面这个啊 关于群岛海盗通过的说法的话 从定义上来看的话 和我们说的公约的第三部分的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当中的过境通行制啊 是较为相似的 而且这边特别强调正常方式的航行 那么特别就提到的潜艇和其他潜航器 他们的正常的方式的航行就是潜航啊 好了 我们刚才两部分 将群岛的一些基本问题 群岛国的一些概念 以及公约第四部分 关于这个群岛制度当中的基线啊 群岛基线的画法 以及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 以及群岛海盗通过制 这一系列新的内容都介绍了 那么好了 群岛国本身看上去比较清楚 因为群岛国顾名思义 就是由一个群岛或者多个群岛构成的国家 这个国家完全是由群岛构成的 我们刚才看到有22个国家 是典型的这种国家 那么我们说了 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家 像刚才我们说的 像日本啊 英国 冰岛这些 不能被认为是群岛国的这些 岛国的话 我们都能归入到大陆国家 当然像我们在欧亚大陆上的这些国家 像我们国家就是很典型的 对不对 那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 在美洲大陆的 你像美国加拿大 也是大陆国家 那么他其实或多或少 也有许多群岛 那么这些群岛 当然有一部分是沿岸群岛 你像我们的舟山群岛这种 典型的沿岸群岛 那么还有一些沿海群岛 那么我们说 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法律地位上的争议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陆国家沿海群岛的一些特征 首先既然是沿海群岛要符合群岛 对不对 你必然是个群岛 那么这个群岛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必然是隶属于某一个国家的主权 它自己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丹麦的法罗群岛 法罗群岛 荷兰的 安德利益斯群岛这些都有高度的自治权的 但是它本身至少名义上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属于 分别属于这个丹麦和荷兰 那么它本身不是独立的国家 如果它是独立的国家 比如说法罗群岛 哪一天从丹麦独立的话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煽动法罗群岛 从丹麦独立 那么如果法罗群岛独立的话 那么脱离了丹麦 那么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我们刚才说的群岛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涉及沿海群岛了 不涉及大陆国家的沿海群岛了 那么它必然是个沿海群岛 它必然不能是沿岸群岛 对不对 我们说的这个舟山群岛 那不能属于是这个沿海群岛 所以要符合这以上的三大特征 具备群岛的一切特征 本身不是一个国家 主权属于某一个大陆国家 那么并不属于大陆国家的沿岸的群岛 我们说有许多世界当中典型 来给大家看看图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断提到的法罗群岛 非常典型的 你可以看到这是法罗群岛的一个极限的画法 这是法罗群岛 它的地理位置 丹麦 它的母国可以说丹麦在这里 那么法罗群岛显然不是沿岸群岛 对不对 它是个群岛 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岛屿 对不对 那么它属于丹麦 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它显然不是沿岸群岛 符合大陆国家沿海群岛的实践典型 因阿争议的福克兰群岛 那么阿根廷成马维纳斯群岛 是这样一个地理情况 你可以看到有基点基线 那么放眼望去 显然是一个群岛 对不对 你从这张图上就可能看到两大主岛 东福克兰岛 西福克兰岛 还有密密麻麻许多岛 显然是个群岛 对不对 这毫无疑问 那么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吗 我们说它有一定的自治权 但是没有说它从英国或者阿根廷独立 不管主权归哪一国 都没有说是群岛 自己自称是个国家 没有 那么它显然也是主权属于一个大陆国家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 我们说它远离 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英国 都远离海 而且是一眼望去 就不是那种 好像很模棱两可的例子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远海群岛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有这个 这个我们说比利池 对不对 这一个标记的话 这一段长度是100公里 这一段长度是100海里 你就放在这边去 你就可以看到离这个 离这个阿根廷的话 非常远 那么离英国那就更远了 对不对 要几千海里了 一个是在南半球 一个在北半球 显然是属于远海群岛 显然它不是主力 独立的主权国家 它显然是个群岛 所以符合大陆国家 远海群岛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样一个特征 厄瓜多尔的加拉帕哥斯群岛 这是加拉帕哥斯群岛 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岛 对不对 这看上去大概有七八七八九个岛屿 那么 它主权是归厄瓜多尔 它自己不是一个国家 那么它你可以看到 离厄瓜多尔大陆在这边 离厄瓜多尔还蛮远的了 下面有标尺 对不对 100公里 60海里的话 是这段距离 那么看上去 最近点都有100海里以上了 加拉帕哥斯群岛 隶属于西班牙的 前段时间联合国大会期间 这西班牙的总理 是首相还是总理 就是晚到了几天 参加联合国大会 晚到几天 为什么 去视察了 加拉利群岛 这火山喷发了 他去视察去安抚去了 那么亚索尔群岛 这个葡萄牙的 这是加拉利群岛 你可以看到 好几个岛 对不对 123456 还有一些小的都不忽略不计了 那显然这个群岛 距离位置离西班牙也非常远 这是亚索尔群岛 好几组亚索尔群岛 是属于一种典型的 由多组岛屿组成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你可以看到东部区 中部区 西部区 三组群岛 未知 都是在这个 可以说大西洋上 这是加拉利群岛 这是亚索尔群岛 你这里还可以看到葡萄牙的另外一个 Madeira 这个群岛 显然那都是离他的这个海岸 离这母国很远 典型的 我们说的远海群岛 好了 我们列举的这些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特征 我这里选的这些 大陆国家远海群岛 你能发现什么特征 各位朋友 能发现什么特征 好像都画的什么 直接接线 对不对 这你比如说很典型 这里好几个基点 然后连成了啊 这么大的 这么这么 直观的直线极限啊 对不对 包括这亚索尔群岛也是哦 这个直线极限 非常标准的直线极限 那么再看你像加拉帕克斯那就更加清楚了啊 几几大条直线极限 那么这个马岛也是的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福克兰群岛啊 英国是画了直线极限啊 阿根廷可能没有没有宣布啊 那么英国是有这么多 基点连成直线极限 非常清楚对不对 法洛群岛更典型了啊 基点都标号了 对不对啊 这里有长长比较长的一个极限 这都是直线极限 好了那问题来了 滑直线极限行不行 那么这显然跟我们刚才讲的群岛基线长得非常像啊 对不对 是不是很像啊 刚才我们说的群岛国的啊 像刚才我们看到马尔代夫的赛什尔的啊 那些都群岛国对不对 22个群岛国之一 他们都是直线极限啊 他们是直线群岛基线 那么和这一些有什么不同啊 地理上好像都很像 地理形态上都比较相似 对不对 区别是什么 这一些是 不是群岛国啊 不像马尔代夫赛什尔那是群岛国 你像这些啊 他都是隶属于一个大陆国家啊 是大陆国家的沿海群岛 所以这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啊 目前啊 似乎不是非常明确 至少在公约当中啊 说的不是非常清楚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大陆国家沿海群岛 我们刚才说的像加拉帕克斯这种 是适用公约当中群岛制度呢 也就第四部分啊 群岛国制度当中的这些啊 群岛基线啊 群岛水域啊 群岛海盗通过制呢 还是适用直线基线啊 就一般意义上的 不是直线群岛基线的直线基线 因为你群岛水域要跟着基线来 如果你画的是群岛基线 那么当然是群岛水域 你画的是一般意义的 非群岛基线的那种直线基线的话 那是公约第七条对不对 那么能不能适用 哎我们说 适用群岛基线 有很多限定条件 我们刚才说了 群岛国才能画群岛基线 大陆国家不能画群岛基线的 至少工业当中是不允许的 那么群岛基线 它的这个 啊我们说 它有一定的限制 对吧 除了直线基线的限制之外 还多出了水路笔啊 就你学你基线画好之后 基线内部的水路笔 你还要考虑到基线的长度啊 我们之前讲直线基线的时候 讨论跟大家讨论过的 直线基线有许多实践当中 没有解决的 你比如说最长的直线基线 有没有限制啊 长度有没有限制啊 偏离海岸一般方向 怎么来界定啊 这些限制啊 那么哎 群岛基线当中啊 那么我们刚才说 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限制 那么直线基线的限制啊 要看第七条当中的一些限制啊 刚才说的 有这个可能就是 不能偏离一般的这个方向 海岸的一般走向 但是比较模糊 那么直线基线的最长的长度 也没有个明确的说法 对不对 有这些 但是最关键的啊 毫无争议的两个限定条件啊 一个是啊 你试用的时候 要么是海岸线极为曲折 要么是紧邻海岸 有一连串的岛屿 这两个啊 是试用直线基线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 实践对比的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啊 群岛国道化 基线制度 我们刚才介绍了 是群岛直线基线 对不对 47条的啊 规定 那么47条当中有许多 具体的啊 限定条件 基线长度有没有限制啊 啊 我们说有限制的 基线内水路比有没有限制啊 有限制啊 1比1到9比1之间 刚才基线长度我们说了啊 在所有基线 线段的3% 能够超过100海里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不能超过100海里 那么最长的直线啊 这个群岛基线啊 不能超过125海里啊 那么水路比1比1到9比1之间 基线内水域性质 群岛水域 那么基线内水域的通行权利啊 我们说可以画群岛海盗啊 通过 那么如果没有群岛海盗的话 我们说国际的啊 固有的啊 传统的航道和这个飞机通道啊 都是啊 这个空中航道啊 是是可以通过的 那么还有就是海盗外的啊 是无害通过制 包括你没有宣告群岛海盗的话 那么也可以适用啊 船舶的无害通过制 空中的航道是根据国际固有航道啊 空中通道啊 这个飞飞越 那么飞越上空的权利 我们说啊 一个是海盗啊 过境飞越啊 否则的话啊 那么就是没有飞越自由啊 注意 那么飞机和这个船不一样啊 下面的船有 我们说的有这个 无害通过 在整个群岛水域至少有无害通过 但是无害通过 我们说跟飞机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划这个群岛海盗的话 那么理论上只能是国际固有的啊 传统的空中航道是可以飞的 其他的部分是没有飞越自由的 那么机械内的资源主权 我们说有限定条件的主权 当然我们说他对资源有开发权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存在我们说的历史性捕鱼权的话 因为毕竟群岛国 它是一个新的事物啊 实践也只有这个40年的时间 那么以前可能其他国家啊 在公海海域啊 在现在已经是你群岛水域的原来的公海海域当中啊 经常捕鱼啊 有惯常性的权利 我们说历史性捕鱼权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你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十一条的话 那么你群岛国要承认其他国家的一个我们说的群这个群岛水域当中的历史性捕鱼权 所以你可以看到限定条件非常多对不对 那么再来比较一下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大陆国家的沿海群岛是实践的话 那毫无疑问啊 他们画的基本上都是直线线至少我这边 我这边举的几个例子啊 图例啊 都是画的直线极限 你像有的国家 它的远海群岛是没有直线极限 像美国的夏威夷群岛 它没有直线极限 它是正常极限的 那么极限长度有没有限制啊 我们说没有限制啊 没有限制 也就是他可以画很长 至少公约上没规定 因为我们说你画的这第七条的直线极限的话 本来没有说有什么一百海里啊 一百二十五海里啊 没有啊 没有这种限制啊 至少没有明文规定 对不对 虽然像美国说 这个直线极限不能超过 比如说多少海里啊 那那都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没人踩他 其实你像直线极限最长的 有三百多海里 我们之前给大家列出过表格啊 直线极限的国家实践 我记得最长有三百多海里 好像是缅甸还是哪个国家画的啊 极限内水路比 那这直线极限画的内部是什么 内水 内水哪有什么水路比限制 没听说过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才 刚才这图上中啊 我这里没有列出水路比 但是好像水路比也不少啊 但基本上好像是没有超过九比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陆地好像还挺大的 我们继续来看啊 那么通行权利的话 我们说了啊 不能任意通行 因为你是内水 内水我们回顾一下内水的这个通行权利的话啊 那么没有什么无害通过权的 对不对 即便是商船 那都需要沿海国的批准啊 那那除非是啊 紧急遇险的时候啊 要救援的话 可以进入内水 飞越自由 那就更无从谈起了啊 内水上空是什么 领空啊 对吧 领空哪有飞越自由啊 啊 所以这点很重要 基线内的资源主权啊 我们说既然是内水的话 完全的排他的领土主权 其中就包括对资源的开发权啊 处分权啊 那所以你不存在什么内水当中 你搞个历史性补育圈 没听说过啊 啊 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说这么一比较下来 就有点奇怪了啊 还是这张表 我们啊 从左到右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有很大的问题 啊 比如说从基线长度来看的话 哎 我群岛 群岛国基线长度有限制 对不对 你这个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 基线长度 没有限制 我花个很长的 我花个300海里好来 对不对 好像不大科学 基线内水路比的话 群岛国有限制啊 1比1到9比1啊 如果就达不到标准的话 还没办法享受群岛国 你没办法宣告自己的群岛国啊 哎 但是大陆国家哎 没有限制啊 水路比我搞大一点好了 对不对啊 我我就先不说我们国家 对不对啊 那有的国家可能可能也比较大的啊 我我没有仔细的统计过 那就是啊 你就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表情包啊 就他就可以偷笑了 大陆国家想你群岛国傻呵呵的 有这些限制 我我大陆国家 我这个画的都随便画 基线内水域性质啊 从这个基线内的水域性质 可以连带的套出啊 他的这个通信权利 他的这个飞跃权利 他的资源主权 就从这一连串的来看的话 谁得利啊 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 是大大的优 占优势啊 这就有问题了 那我群岛国还干嘛要宣告群岛国制度呢 我这不手脚嘛 我就像这个像日本这种那最好 对吧 我做个大陆国家好了 你公约当中这些阿猫狗的限制 对不对 长度嘛 基线长度啊 都不能超过一百海里 超过太多嘛 还要这么百分之三 你还有的国家说我是过度海洋主张 我基线内水路比 你像赛什尔 他这个加入公约之前 他为了得到群岛国的这个制度 这个宣告这个群岛国的地位 花群岛这个基线 搞群岛水 他还不得不把他原来 10比1的那个基线 给改成8.9比1 他还改基线 麻烦了半天 结果你看资源啊 通行啊 都还要让出一些 给其他国家来 对不对 我们说是有限定的主权 就等于出让一部分 本身绝对的主权 要让给一些 其他国家 域外国家了 那么通行也是的 飞跃也是的 那我处处自负手脚 那我想问 如果大陆国家的 远海群岛实践的话 它是合理的话 如果花之间 实践合理的话 那群岛国制度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所有国家 包括现在宣告的 那22个群岛国都去做 都去做大陆国家 不是更好吗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你像亚索尔群岛 像这个加纳利群岛 这个加拉帕哥斯这些 他本身从地理上 那就跟这个群岛国 有什么区别呢 你去比如说是法罗群岛 法罗群岛如果独立 他马上就可以自己宣称 是群岛国 对不对 那他现在宣告群岛国的话 反而要有这些限制 他就说我是大陆国家 好来 对不对 那我反而跟着 如果跟着这些国家 实践一起干的话 对不对 没有任何限制 那群岛国看了 想我从Unclose One 到这Unclose Three 辛辛苦几十年 作为一个利益集团 讨价还价 一揽子交易当中 出让了右边的这些权利 才换来的一个独立承认的群岛国的制度 反而到头来 不如你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来的自在 那我宣告群岛国意义又何在呢 显然从这一点上来看啊 我个人认为 如果大陆国家远海群岛实践啊 如果是那种不合理的情况的话 因为也可能合理情况 什么合理情况 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当中的 像这个福克兰群岛 福克兰群岛 你可以看到它的沿岸啊 你像这边可能有一些曲折 那么沿岸有一些岛屿的情况下 那本身你如果符合公约第七条的规定的话 你划直线基线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我们说的你如果 划直线基线符合公约第七条 那因为 你公约第七条如果符合的话 你就 你像那个福克兰群岛 那就非常像对不对 沿岸有一连串的岛屿 它海岸线可能有些曲折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存在问题 但问题是你像 你像这个 加拿利这种 像这个加拉帕克斯呢 就更典型了 你看这海岸线 有没有什么极端曲折 没有啊 对不对 紧邻海岸有一连串岛屿有吗 你看看有没有啊 好像没有啊 你像这几个岛 什么紧邻海岸有一连串岛屿 哪里啊 就是在这个岛屿 我们我们说 这就相当于沿岸 取几个基点 对不对 啊 你像这个 这个点啊 这个达尔文 这个点 这个拼他这个点 这都更清楚 这两个基点 周围有什么 紧邻海岸一连串岛屿 哪有什么曲折 平南的狠 对不对 那是不符合 公约第七条的限定条件 那我就想问了 你这个画直线极限的 依据在哪里啊 你画的是 公约第七条的 直线极限吗 好像不是啊 所以你这画的算什么 啊 你这画的 显然是直线极限 对不对 肯定是直线极限 但你这直线极限的 画法 严重不符合公约第七条 你这合理性从何而谈的 啊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而且你通过这种画法 你还得力了 得了这么多的力 所以我的总结啊 我个人观点啊 这种大陆国家 沿海群岛的实践啊 这种画法啊 不科学啊 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群岛国制度啊 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制度的一个崩溃 因为现在22个群岛国他完全可以宣告我不是群岛国了我撤销群岛国地位啊我做大陆国家啊那我也学因为我如果是大陆国家的话我没有任何限制什么水路比啊基线长度啊包括这个基线内的历史性补育权也没了没了啊那我就我这么一话 我说我画的是直线极限公约第七要直线极限啊因为你们大陆国家都这么画那我我群岛国我也不做群岛国我也做大陆国的我我学你们一起画一起画了之后啊那县内就是内水了啊不是群岛水域了啊我撤销我的群岛水域我做内水 然后你们飞机也不要飞过来了啊没有这个什么上空的这个飞跃权了对不对没有这个就无害通过权了内水哪有无害通过权对不对 没有历史性补育权了那我不是更更得力吗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群岛国就那就不不做傻子了对不对啊就彻底就崩溃了这第四部分彻底崩溃了 所以哎我这里提的两个关键问题我认为是会会关联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适用直线极限制度是否符合公约我们说符合公约你必须要看啊适用的直线因为毫无疑问现在 我这里举的例子的大陆国家的沿海群岛刚才看到那五个例子那都是适用直线极限制度 适用正常极限制度的那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说低潮线每个每个岛都有啊你像夏威夷群岛那他就是每个岛屿的低潮线啊作为正常极限来用的没用直线极限 那根据公约第五条没有问题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适用直线极限制度的那些大陆国家 直线极限制度显然从公约的依据上那就是第七条嘛对不对一个第七条一个是他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47条的直线群岛极限那么公约当中也说的比较清楚在第五条在讲到直线极限的时候也说的比较清楚 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那么极限应当适用正常极限另有规定一个是第七条的直线极限 一个是第47条的直线极限的一种特殊形式直线群岛极限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极限制度了啊 我这里再次重申一下我们有的教科书比如说马工程国际工法学当中提到的所谓正常极限制度 这是一种误读没有正常极限没有这个混合极限的啊这种说法啊如果看到混合极限 这其实是一个公约当中没出现的一个术语那其实是混合使用正常极限和直线极限制度 而并不是说这极限本身是什么混合极限极限本身要么是正常极限要么是直线极限 没有办法画出什么混合极限的这一点要重申一下 那么其实公约当中已经穷尽了极限的啊类型要么是直线极限要么是正常极限对不对 因为正常极限的名字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一种正常的画法 那么有一些例外情况也可以画直线极限那么直线极限啊哪些例外情况呢啊我们说海岸线极端曲折 那么景陵海岸有一连串岛屿当然具体的解释问题那是另当别论什么叫啊海岸线很曲折 什么叫这个景陵海岸有一连串岛屿这是个解释的问题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显然你再怎么解释你不可能把这个平非常平坦的一个海岸线你说极端曲折 对不对那显然是说不通的你也不可能说我海岸边上没有岛屿 你说我这个是属于景陵海岸有一连串你不可能出一个岛屿来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是四十七条的群岛机械那很清楚只有群岛国可以画啊 那么这和你的这个大陆国家是没有关系的啊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啊是否符合工业我认为是要看情况 当然我不是说不符合要看情况 你像我刚才说的像福克兰群岛可能他海岸线就有些曲折 景陵海岸有一些岛屿的如果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 他画法啊他的基线画法符合公约第七条的直线基线的规定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啊 你画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 你线内不是内税那根据第七条那线内基线内当然是内税了 那如果是那些不符合第七条的基线画法啊 我认为是不符合公约的 那么再看第二个问题大陆国家远海群岛使用直线基础 直线基础制度是否已经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 而这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我们说形成习惯国际法 你得符合习惯国际法的两大要件对不对啊 那么有普遍一致的啊 国家实践 那么还要有关键 还有一个法律确信 那么这其中还涉及到其他国家的态度 当然这里面理论问题非常深 学者之间争论不断 你比如说是不是存在着默认 其他国家默认 我个人的我个人的观点是 你像这个默认啊 你你不要轻易去去谈这个默许 这acquiescence 你不要轻易去谈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像一些内陆国像像蒙古 像奥地利啊 哈萨克斯兰这些内陆国 你比如说你丹麦画了一个什么 法罗群岛直线 跟我们蒙古有什么关系啊 你像土耳其这种啊 都都没加入公约 伊朗都没加入公约的 你离我这个十万八千里之远 我的船可能也不会开到你那边去 你画不画直线级线 你直线级线是不是违法 跟我没任何关系 他可能就不会去抗议 对不对 事实证明啊 通过外交渠道来抗议的啊 情况本身啊 从整个国际法的角度上来看 你像美国他喜欢到处抗议 对不对 大多数啊 就算是违法的 海洋法当中更常见了 对不对 很多国家都没去抗议啊 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资料 讲到中国和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 和这个秘鲁建交之前啊 应该是70年左右 要和秘鲁建交的时候啊 我们说你你这个啊 你你在这个联合国当中啊 你要投我们赞成赞成票啊 恢复合法席位的这个 你要投赞成票啊 美国的集团的 你你你不要支持他们的动力 我们呢就赞同啊 支持你秘鲁提出的200海里的 这个领海宽度的主张 因为我知道秘鲁长期坚持 200海里领海宽度啊 那么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 外交上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deal也好 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condition也好 啊那反正是有这种情况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种啊 新型出现了 所以你外交上 真的要去抗议啊 是比较少见的啊 民事抗议的很少见的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说 大家没坑声 许多国家没坑声 那就是默认啊 对于你这些国家的这个 直线极限制度 我就认可啊 就认为你是OK的啊 你不要轻易做出这样的结论 那法律确信的话 那更加比较难证明了啊 你像有些国家 你像这法国 法国他的这凯尔盖朗群岛 他这个画法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还有很多 其实你要举例子 还能真的能查出不少 有的国家 你像法国啊 英国他既指责其他国家啊 比如说他们指责我们中国的 这个西沙群岛 这极限不合法 他自己也在这么画啊 这个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啊 凯尔干郎 那他们自己也都这么画 对包括我们刚才举例的 这个福克兰群岛 你英国不是自己也在画吗 对不对啊 就这种情况就是 你要说法律确信的话 他自己打自己耳光 或者说双重标准什么 你都可以去这么说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你光从这个习惯国际法的学理上来看的话 可能要想论证他形成习惯国际法了 已经是有难度了 当然有的学者说 这个现在有远海群岛的国家当中 已经有绝大多数都是画直线极限 那么我可以说 有的国家他其实兼裁直线极限和这个正常极限 你也不能完全这个以偏概全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了 我刚才个人的一个表格的梳理 如果第四部分的群岛国制度 因为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 适用直线极限制度 形成习惯国际法而并列的话 如果哪一天啊 我们说啊 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适用直线极限制度 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话 那我们说习惯国际法和国际条约 那是共同效力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就会造成公约第四部分群岛国制度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崩溃 因为你已经形成习惯国际法了吗 形成习惯国际法的话 你大陆国家这些极限 没有限制 没有任何限制 当中的水域也是对本国有利的 那我群岛国犯傻了 我去宣告一个群岛国制度 我自负手脚 对不对 刚才说了 显然我没必要再坚持群岛国的地位 我就做大陆国家 我没有任何限制 那公约第四部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谁能跟我说一下 我认为是说不通的 我个人认为是说不通的 所以这会造成 这个公约第四部分的一个崩溃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推荐的阅读 我们不谈教科书的内容 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这两篇 这两篇 我待会推荐阅读当中都会发到群里 我建议大家如果对群岛问题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读一读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外国期刊的一个论战 论战的组稿形式 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Ashley Roach 那么他就是谈了他的观点 那当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认为 这个你看这里用的是 Offshore Archipelago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什么 Outline Archipelago 有这个Mid Ocean Archipelago 对不对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另外的说法 是Offshore 那也是一个离岸的 叫做离岸群岛 那其实都是一回事 都是远海群岛 阳中群岛一回事 他说这些 如果是用直线基线 将它这个封闭起来的话 那是一个过度的海洋主张 那么我们说英国 英国人Wormsley 那么他回应Roch 他用了较小的篇幅 你可以看到Roch篇幅比较大 那么Wormsley作为一个回应的文章 他就是说了几点简要的看法 那么做了一个回应 可以说是有点针锋相对的 因为Roch他的文章当中 后面还有大篇幅的在论证 习惯国际法的问题 甚至提到了这个 国际法委员会的 关于习惯国际法识别的 这个general conclusions 所以是一篇比较值得看的 而且他这里面 还针对我国学者 关于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的问题的文章 他批驳了一通 批驳了一通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两篇是可以结合起来看 那么推荐阅读的话 那么就更加深入了 有一些 我这里主要列的是我们国家的学者 那么有提出不同的观点 你比如说有的学者 说能不能将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 比照适用公约群岛国的制度 如果比照适用公约群岛国制度的话 或许可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这里值得一提的 郭忠元跟邹立刚两位 写的这个就是 可以说是前面这两篇 老外文章的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 可以算是第三篇 就是这三篇放在一起看的话 是而且按照顺序来看的话 先看Roch的 再看Wormsley的 再看这个郭忠元跟邹立刚的这篇的话 你就像在看连续剧一样的 就一个人再讲一个观点 第二个人讲第二个观点 然后第三个人又出来 针对前面两个人的观点 再谈出观点 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论战了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你像这个苏金远教授的一篇 也算比较新的一篇文章 那么他也是从 站在我国的立场上 当然他尽量淡化 因为发在外刊上的 所以是尽量淡化 直接为国家这个 我们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他更多的还是学历上的分析 那么这篇的话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我当时他发刊前 这个就是正式建刊前的这个稿件 他私下就我问他要来的 这个因为他这篇 其实是写的有蛮多时间了 应该是18年就写好的 当时我们有过一定的交流 那么所以他第一时间也是给我看 那么这些这里列出来的 拓展阅读的和这个推荐阅读的 这些刊物的文章 PDF全部都打包 放在这个压缩包里面 待会讲座结束之后就发到群里 大家感兴趣的话 建议看一下 因为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想研究群岛问题的话 把我这里精选出来的文章 你都看一遍的话 而且是按照我这个顺序看的话 你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因为我自己当时看的话 我研究这个问题 群岛的问题 我大概研究了一年半时间 然后花了六个月时间 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这篇文章 那么可以说我当时看了 可能是二十篇左右的 国内外的这个文章 然后还专门买了两本国外的专注 那么都是比较老的一些专注 是讲这个群岛问题的 包括这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希腊学者 这个索菲亚 Copella的那本专注 那那些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 找到那些专注的话 把我这里精选出来的 推荐的这些文章 大家如果都看的话 完全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 给搞得比较透彻了 当然我们下一讲的时候 提到这个我国沿海群岛的 极限问题的时候 还会进一步介绍 你像我们中国国际法学会 官方的说法 就是这个南海中参裁决之批判 当中的关于群岛问题的一些看法 那当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是官方的一个东西的话 相对官方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中国国际法学会 其实也是个民间团体 对不对 但其实相对官方的 那要跟我刚才列出的 这些学者的观点的话 那么相对来说 立场上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所以请大家要 一一自己甄别 那么我们下一讲的话 是第九讲 是放在下周三的同一时间 那么如果 你只想对群岛有一个 基本上的认识的话 那么听完今天这讲就OK了 那么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 我们国家的沿海的群岛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极限问题的话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这个南海与国际海洋法的 这个第九讲的讲座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入到这个提问的环节 如果有我这里看有聊天 是不是有有有朋友已经提问了 我们现在进入提问环节